隨著入冬的第一波寒流來襲 天氣也越來越冷 氣溫更是一路溜滑梯 來到了10度左右 讓不少人就算想要出門來走走 都得要為一個大圍巾 穿得非常的厚重 不過這一次的寒流來襲 也造成了全台灣有30個人死亡的事件 這也讓消防分隊對此不敢大意 從昨天開始消防隊也出動了勘災車輛 要提醒民眾注意瓦斯以及用電的安全 先幫其警惡關心地 針對這幾天低溫特報 就從11月28日到12月1日這一波寒流 針對寒流的部分 我們消防隊出動了廣播車 晚上7點到9點時間 去各個重要路段及社區 向民眾廣播 注意洗澡的時候 用火用電 注意安全 注意通風 不要造成疫氧化碳中毒的情形 針對這樣子要進行個廣播 請民眾注意 消防分隊表示 每到氣溫低於13度的時候 消防隊就會啟動了低溫機制 連續四天都會派出車輛 用廣播的方式 讓民眾知道要注意用電器 以及用瓦斯的安全事項 尤其在金山地區 獨居長者較多的地方 更是要多加注意的重點 我們金山地區 獨居老人 獨居老人也是蠻多的 現在呼籲一下 我們獨居老人 及社會單位 幫忙注意一下 鄰居 尤其鄰居注意一下 有老人的話 注意他的生活的起居 而且注意他洗澡的時候 通風的時候 特別注意 避免造成這樣 疫氧化碳中毒的事件 消防分隊表示天氣越來越冷 發生液氧化碳中毒的機率 也就提高 再加上獨居長輩的安全 是必須住在旁邊的鄰居 或者是里長等等 來加以關心 因此也呼籲民眾 在家中千萬要保持空氣的流通 並且注意電暖器的使用方式 以避免發生意外 記者 許多安逸 金三采訪報導